刚刚有谁说小助理是拖的兄弟 你给我出来 不需要拖 一副牌有54张牌 减去两张鬼牌是52张牌 那么这52张牌里面 我需要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把一张牌打在我们的公平上 花色数字打在我们的公平上 任何一张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平上面 红桃8 咱们去用红桃8好不好 红桃8不改了 这副牌我放在这里 我没有去动过它 红桃8 接下来所有的家人们 40到45之间 随便给我一个数字 打在我们的公平上面 45对不对 好咱们就不改了 45你随便说的 红桃845 第一步 我们只需要把所有的牌 全部把它给拿出来 排盒是空的 下面我们只需要把这副牌 把它给摊开就行了 摊开是我们一张一张开始数牌 12345678910 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 31323334353637383940 4142434445 共说的红桃845也是你说的 你不可能是我的拖 家伙们 把666打在我们的公平上面 所有的牌全部都是普通牌 巴格拉斯第一招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次第二招 来妹妹过来帮我把牌洗乱 怎么做到这是一个心灵魔术 心灵魔术巴格拉斯超神 等我演完之后 我再给大家做解释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不好 都是一个人说的 等一下我们分成两个人来说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先演第二个巴格拉斯 第二个巴格拉斯 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给一次机会 让他随便去说 任何一个数字 你都可以说好不好 首先刚刚妹妹洗乱的牌 你会发现整副牌现在是杂乱无章 乱七八糟 没有任何的牌序之类的东西 下面的话你随便帮我抽一张牌 随便抽一张 给大家看 不要让我看到 不要让我看到 可以这样 等等再重新猜到 这张刚刚抽到了 哇这么准吗 好我不拖开 记住了 好记住了丢上去 剩下的牌帮我洗乱 随便把所有牌洗乱 洗乱之后两三张四五张这样丢上去 丢 丢 我们一起把所有牌洗乱了对不对 恭喜我们的太空堡垒 还有我们的这个Z的王女 Z的王女又抽到了 刚刚我们洗过所有的牌 你会发现洗过的牌很乱 然后你们刚刚是不是记住了一张牌 现在我要去找到你那张牌 我几乎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因为这个几率太低了 所以下面我要靠我的感应 去感应一下你这张牌的位置在哪里 但这个难度非常高 我需要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 一起来配合一下我 各位家人们 1到52之间给我一个数字 但是这个数字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尽量控制在中间左右就可以了 1到52之间随便说一个数字 打在我们的公平上 不要太大 不要太小 中间左右就可以了 好吗 兄弟们 之间随便说一张牌 对打在我们的公平上面 不要太大不要太小 中间左右就可以了 来吧 第一个人说的是什么 第一个人说的吧 他说32 我们就用30 这位兄弟就是有一个 at的那个表情的兄弟 打一句话 你不是我的拖 打在我们的宫庭上 不能单 对 不能单肯定怀疑你是我的拖 好不好 打一个你不是我的拖 打在我们的宫庭上面 剩下所有的牌 我们把它给收起来 小助理帮我拿着它 好 打一次你不是我的拖 快点 我不是二不是拖 我不是 你刚刚你告诉我 你刚刚记住张牌怎么办 黑桃K 黑桃K 兄弟们是不是黑桃K 黑桃K 好OK 我要告诉大家 接下来会发现一件 概率非常低的事情 黑桃K是你们刚刚记住张牌 我不知道这张牌是黑桃K 然后呢 我们有一位朋友 他说了32 他也不是我的拖 如果告诉大家 发下去第32张牌 就是黑桃K 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诡异 非常诡异 数下去32张 好 1 34556 718 910 1112 1345 15 16 17 18 19 20 慢一点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2 黑桃K 来 刚刚有谁说小助理是拖的兄弟 来 你给我出来 不需要拖 好不好